在2021震盪多頭行情裡面 你賺了多少 如果你沒有賺到 不是沒有行情 是你沒有用對方法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健安景投資》 昨天晚上我本來看到 美國盤是中挫的 沿路的墊高墊高最後翻紅 我想說今天台股穩了 應該是順勢的一個上漲 沒想到盤中傳來 所謂的俄國烏克蘭情勢的緊張 結果歐洲股市中挫 今天早盤亞洲股市跟著回檔 所以今天的盤勢 就是因為俄國烏克蘭情勢緊張 所造成的一個現象 我只是要告訴朋友 像這種非經濟性因素的一個衝擊 對股市影響都是短線的 從歷史經驗來看都是如此 你忘記了兩岸關係緊張 之前曾發生過導彈危機嗎 結果股市有重挫嗎 南北韓的緊張 北韓四射飛彈 有造成全球股市的一個重挫嗎 都沒有 通常都是短線衝擊 因為它跟經濟層面沒有關係 所以今天盤勢跌了快300點 我認為是多跌的 我認為是多跌的 我在上禮拜五已經跟你講過了 台股已經進入超跌區了 既然進入超跌區 昨天盤勢跌了200多點 我當然在買股票啊 那今天又是到 俄國烏克蘭的情勢緊張 而重挫的台股 我一樣是在找尋 既優性的個股 抗跌性的個股 告訴會員買 其實這兩天 我所帶進的股票 原則上應該是要報股過年的 應該是要報股過年的 好不好 因為剩最後明天一個交易日嘛 行情它總是要反映 反映什麼 反映經濟基本面啊 為什麼要升息 經濟基本面太好了嘛 所以要抑制通膨嘛 所以升息 我已經給你看過好幾次的一個資料 甚至圖表嘛 每次的升息 所帶給股市的 頂多是短線 你會害怕的一個 短線衝擊的回檔修正 但長線 反映經濟基本面之後 升息的未來結果 長多的架構 對 不管是之前升息 所造成的 美國的稻窮漲五成 或是美國的科技股漲一倍 標準普遇呢 四次升息四次多漲了 對 最高還漲了175%嘛 所以 今天那個大盤回檔修正 給同朋友一個結論 談隨時會強談 隨時會強談 今天是多跌的 今天是多跌的 上禮拜我就告訴你了 超跌區嘛 為什麼超跌 你自己看一下大盤 從高點來到昨天的低點 跌掉了937點 大概跌5%而已 但是融資以後呢 到昨天為止又大減33億 累計大減210億 融資減肥度是7.3% 只要盤式的融資減肥幅度 遠大於大盤下跌的幅度 這個盤 其實就只跌訊號 這盤 隨時都會往上走高 所以今天 大盤 再度的一個重錯 快300點了 兩國情勢的緊張 就歷史經濟來看 非經濟因素 短線衝擊而已 所以這個盤 融資已經大減了 每天都在減 隨時會強談 隨時會強談 而且這個強談的力道 會非常大 因為 該賣的股票 你們都賣光光的 所以呢 這兩天我都在撿便宜貨 我都在找尋哪些個股 未來會有超額利潤 台積電的一個架構 給同學帶到 因為很多同學喜歡 操作台積電 手中持有台積電 我在禮拜三 跟你預告台積電的支撐 就是這一根紅K棒 很清楚的一個支撐位置 禮拜三講完之後 禮拜四禮拜五 跌下來支撐接近了 來到637 既然支撐接近了 那接下來 要往上走高的機率 就相當大嘛 所以禮拜一 昨天大漲12塊錢 那今天的一個台積電 回檔 638 他是不是撐很漂亮 支撐就是支撐 上個禮拜五來到637 支撐接近了 接近了他強談12塊錢 今天回檔修正 有破底嗎 638 所以表現如處穩定的一檔 全職性的個股 對台股未來走勢 具有穩定金星的一個作用 所以這個盤不用太悲觀 不用太悲觀 你如果對親老師的一個解盤有信心 你如果對親老師選擇的一個價錢投資 幹領股票基本面有信心的 這兩天你跟我低接 你跟我報股過年 等開央盤之後你就知道什麼叫值回票價 電動車的干領股票 康普從去年度的6月20號 80.6型態突破 開始買 沒有錯吧 這個位置當然回不去了 因為分段操作的一個結果 來到12月份 153賣 累積的報酬率有沒有兩倍 從80幾塊錢到153 對 八檔 康普153賣掉之後 當他回檔修正 來到123 收繳指跌訊號 買啊 昨天美國股市 其實也出現非常明顯的落底的指跌訊號 所以我認為美國盤 重視今天晚上開盤開得不是很漂亮 接下來低點也不會太多 所以康普你高點有跟我賣的 打下來啊 123 收繳指跌 我當天 買進 再128 高點賣掉低檔接馬 政策票一定要把握住的原則性 不要股票 低檔區 對 我在默默的佈局 你不知所措 高檔區 我落袋為安 你胡亂追高 這樣不好 兵兵一樣一股票 我希望你看我全部是並肩作戰 一起同步掌握那個上漲 那個獲利結果 而不是 漲多的自己忽然去追 追高的套了才來問我 為時已晚 所以康普的一個架構 1月14號收繳指跌 出現買進一個訊號嘛 然後上禮拜三來到140 短波高 他表現已經比大盤強了喔 禮拜五 台股回檔嘛 康普很強耶 紅黑棒啊 上禮拜五啊 台股不是一根中長黑 重挫嗎 康普上禮拜五已經表示 他強勢的一個脈絡 那昨天禮拜 康普最低127啊 是不是很強 沒有跌破這個 我買進買回的一個時機啊 有跌破123嗎 昨天拉下來127啊 那今天康普更強 大盤回檔287點啊 康普始終在平盤附近 尾盤漲一塊錢 不要小看這一塊錢的含義 今天就一個獲利績效 當然不會讓你累計太多 但是未來呢 能在台股今天往下重挫的過程 康普 可以表現上漲的一個架構 代表它的基本面 得到市場上認同度很高 才會表現出紅黑棒嘛 所以像這檔康普 抱著過年 這檔股票我一定抱著過年 之前的獲利績效 高檔的賣出位置 現在在相對的低檔安全的位置 電動車的市占率 未來10年 未來20年 黃金10年 黃金20年 所以現在全球各國 很多的國家都在發行電動車的ETF 其實我也跟你講過 如果你不喜歡操作股票的 你是很保守的 你就當盤勢回檔修正 電動車的相關ETF 分逼的往下承接 長線架構你一定會獲利安居 這是我給你一些比較保守型 投資料的一個操作的概念 因為長線電動車的相關概念股票 它的一個黃金10年20年 所帶給它的報酬率 非同小可 非同小可 美其也是從去年度的6月份 64.2開始操作的一檔電動車的 概念股票 分段操作累積報酬率 有沒有超過兩倍 自己去回顧 12月份一樣高檔166賣的 高點有賣對不對 高點有賣 當它出現收腳指定的訊號 1月10號133 我買進在136 那時間價位都跟你對過了 沒有錯吧 高出低進 低接完之後 其實它最近的表現跟康普一樣 表現都比大盤強勢 所以當昨天禮拜一的美其麻 我認為多疊的 我認為多疊的加碼 是不是 昨天時間價位跟你對過了 美其麻在130附近 可以加碼買進嗎 這個加碼的一個時間 跟價位很精采 因為加碼買進之後 背盤拉高139 首先可以現賺9塊錢 那今天這場美其麻 黑黑棒打下來 收盤132.5 我昨天加碼在130 表現還算不錯 至少它不是跳空跌停嗎 你的感覺有中錯嗎 你的感覺會認為中錯 是因為盤是跌了快300點 會摧毀你持股的信心 但是難盤見高手 所以我常提供給大家 你要看我節目的一個時間點 大盤中錯 你不知所措 你的老師只會安慰你的同時 來鎖定我的節目 對你的操作一定有正面的幫助 所以希望這兩天 你把我的節目從頭看到完 未來的開紅盤的行情 像是負責幫你帶到 什麼是超額利潤的股票 聚合也是電動車的乾淨股票 高點賣 你掰收腳指跌當然可以低接 那今天聚合呢 表現也還OK 小黑黑棒而已 目前聚合量縮整理 兩千多張 不是攻擊量嘛 所以它缺少的是一個量 不量它就容易往上走高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對未來行情 尤其開紅盤之後的一個脈絡 你不曉得何去何從的 金老師特別推出這個 紅包三重奏 希望你拿到這個三個紅包 對你今年的行情 可以產生如虎添翼的一個效果 第一個紅包當然是公司給的 第二個紅包卿老師給的 我另外再加碼一個紅包 希望今年的虎年行情 你都可以服務身風發大財 我們把時間交換給亭娟 整個盤勢的一個架構 融資餘額每天都在下降 昨天減少了三十幾億 那今天盤是跌得快三百點 融資一定會繼續減少 籌碼面是非常的穩定 我希望同朋友你要做對動作 閃負的一個方向 通常跟贏家的方向是不一樣的 你很清楚嘛 所以呢近期的一個表現 融資大減了210億 減肥幅度超過7% 大盤跌得快一千點不過跌5% 所以這個盤 這個盤看融資嘛 大家在賣 你應該反其道而行 反市場逢低承接 一些強勢性的機油股 盤隨時會強展 隨時會強彈 對 今天本來應該是要漲的 你看昨天往上美國股市 你就知道 今天盤本來應該要漲了 那俄國烏克蘭情勢的緊張 它會打起來嗎 兩國真的會戰爭嗎 這可能性激進於領啊 所以不要過度的擔心 短線的衝擊 多給你一次上車的機會 該報股過年的 你跟我勇敢報下去 好不好 這檔創圍 你看一下營收 新高嘛 連成量力將近9成啊 是不是 收腳指跌的訊號 172當然可以買 172沒有買的 1月14號 打到179一樣低接嘛 一樣低接嘛 低接完之後 往上拉高了24% 我在上禮拜五 短賣一趟 210 這實驗家委給你對過了嘛 是不是 210賣掉之後 創圍呢 股價呢開始回檔修正 當天跌到198 禮拜一 殺下來來到相對低檔支撐嘛 194接回 很清楚吧 這邊24% 高點賣殺下來 你看一下 從高點賣出的位置210 到禮拜一接回的位置194 差了16塊錢 你買個10張16萬啊 所以能賺波段 我幫會員創造波段利潤 有價差我一樣不會手軟 所以創委的一個架構 昨天啊 我已經跟你講過了嘛 昨天那個殺了200多點 我一樣告訴全體會員 每個等級都一樣 採風低承接的原則性 昨天的策略是如此 今天多疊一天還是如此 這兩天積極的低檔布局 好不好 所以創委禮拜 殺下來嘛 194接回吧 時間價位給你對過了 接回之後 收盤204 昨天 漲6塊半 你買在194你可以賺10塊錢嘛 因為買在平板以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清老師的一個 反視場操作 總是在盤式回檔 告訴會員出手 其實以後 你如果參加我的會員行列也是一樣 你看我節目 感覺很精彩 都是低檔買高檔出 所以我出手的時期 通常是盤回檔 個股低的時候 告訴會員買進 所以很多同庙 你之前是不習慣這樣的動作的 你習慣的是 盤大漲股票強出頭的時候 勇敢去追 因為漲的時候 你有信心去買 結果通常會買在一個短線的高點 稍微震盪起盤 你就被洗出場了 後面那一大段 又跟你沒有緣分了 所以呢 如果將來有機會 你跟我一起合作 一起並肩作戰 我給你盤中的口訊 跟著做 我講過 不管你任何時間參加我會員行列 普惠特惠尊榮都一樣 清老師所 電上所修的口訊 跟你收到的口訊 那個時間加尾 保證一模一樣 你放心好了 所以整個創委 昨天第一階這個位置真的很漂亮 921分創委 195附近接回 當時候 21分股價在194 昨天不是跟你對價過了嗎 大概接回在194 昨天創委因為殺下來 他跌5不中 賣壓不中 那既然基本面沒有改變 營收依然成長將近一倍的結合股 16塊錢的價差 幫會員做到了 是不是 所以接回之後收盤204 今天創委表現好不好 大盤中抽的快300點 創委呢 有跌嗎 你自己看一下 有跌嗎 沒跌耶 沒跌 賣嗎 你看我今天買創委的 有賺錢 大盤今天跌喔 趕快賣一賣 反正有賺錢就好 是嗎 股票市場上要賺取可觀的財富 那不是小額科 那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你知道 每天的銀頭小利 對你來講是負擔很重的一件事情 短線在那邊見出 每天想要當中賺錢 你以為真的那麼容易嗎 你以為真的那麼好賺嗎 所以在股票市場上 能產生一個置物的結果 一定是靠破斷 有時候做一些價差 沒有錯 拖斷 才是你自勝自負的主要操作模式 這千老師 二十幾年的一個操盤經驗 提供給你看法 好不好 沒那麼厲害 每天衝來衝去 每天都賺到錢 對 那賭徒 每個都賺錢 都不用工作了 不是嗎 所以整個創委的一個架構 今天表現太強了 對 收盤是205 那昨天這個接回的位置 真的不錯 194到205賺11塊錢 強勢基歐股 抱著 不要隨便賣 好不好 可以抱著的一檔 基歐性的個股 提供給同朋友做參考 包括今天的尾全店也是一樣 表現還不錯 我們請打播把2436的尾全店的走勢圖 秀給同朋友看一下 大盤跌得快300點 尾全店的一個架構 你自己看一下 有跌嗎 盤中一度拉高耶 是不是 所以整個尾全店 在1月17號 出現長紅吞噬供給的買點 是不是 當天你可以跟我 低接在85塊錢 85塊錢低接完之後 收盤87.3 那整個尾全店的一個架構 到今為止 收盤是84.1 最高86.1 表現比大盤強勢 你認為它接下來 應不應該漲 如果你看到它基本面 無線充電的控制IC 可以讓它的訂單滿到今年 你應該對它的未來股價走勢 不會有所懷疑了吧 這是之前給你分析的基本面 是不是 尾全店的無線充電控制IC 得到無線充電聯盟的一個認證 也得到高通的一個認證嗎 兩大認證的一個價值 你認為它有沒有訂單 你買品牌 是不是你選擇產品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中值 比如說你買家電 你是不是特別鍾愛哪一個品牌的 你買包包 你是不是特別鍾愛哪一個品牌的 你才會去買 沒有錯吧 所以整個尾全店 它的無線控制IC得到 所謂無線充電聯盟的認證 也得到高通認證 兩大國際品牌的一個價值 它的訂單一定會越來越強 股價現在是因為受到大盤的影響而已 所以大盤短線衝擊 對 今天應該該漲的 沒有辦法 誰會想到多 俄國跟烏克蘭的一個 兩國的情勢會突然的緊繃起來 誰料得到 除非你是普丁 對 你是烏克蘭的一個總理 不然誰料得到 是不是 所以對於這種短線的一個盤勢 的一個超跌現象 你的眼睛要更 增大一點 找尋一些超越利潤的股票 這目前你當下應該做的動作 而不是垂頭上氣 去找說為什麼今天盤又跌 跌得不知所措 所以現在放任不管 股票 閉著眼睛賣光光 因為大家都在賣 群眾的心裡 你看到融資每天都在減 對不對 你就想說反正大家都在賣股 報現金過年 那我就跟著賣 你跟著賣 開紅盤之後我看你怎麼買回來 尤其我代會買進的這些強勢肌肉股 開紅盤可能沒什麼太大的低點 因為盤融資下跌的幅度 遠大於大盤的一個下跌幅度 這已經出現很明顯的止跌訊號 所以今天多跌 將近300點 這以後一定會還給你的 以後上漲這個強盤的過程 它不會只有漲300點 我先跟你講在前面 華興哥因為12月份的清庫存 讓他業績盪下來 所以股價短線過度反應 超跌 會有超的利潤 所以整個華興哥彈上去之後 如果拉回打第二隻腳 這絕對是黃金右腳買點 有沒有打下來 有沒有打到151 第一隻腳 第二隻腳 既然標準黃金右腳買點浮線 151附近當然可以承接 所以整個華興哥今天小跌而已 我對於他未來行情 逐出雙底之後往上走高 回測完之後再墊高 這是我對他的規劃 提供給同廟做參考 副頂也是一樣 目前在這一道支撐附近震盪整理 量縮強勢整理的副頂補量就會大漲 那這幾天他沒有補量 他依然都是兩千多張 上禮拜五兩千六百七十一張 禮拜一昨天兩千五十二張 看法不變 重量的人不是攻擊量 反覆的震盪 反覆的洗盤 那接下來的副頂就等放量 今天一樣沒有量 一千多張而已 所以只要他放量到五千張以上 我相信他未來的走勢會相當的可觀 所以開紅盤之後的一個超額利潤股票 還不需要如何掌握的 像老師提供給你的紅包三重奏 你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 第一包當然是公司給你的 第二大紅包慶榮老師給你的 另外我再加碼一個大紅包 希望未來的行情 你都可以伏伏身風發大茶 你有需要就打電話機來 我們把時間加完給婷君 好 非常感謝來賓的分析 要提醒觀眾朋友老闆公司 所推薦分析資格表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應該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且自負投資風險 也祝您操作勝利 我們再會 最及時的有價訊息 讓您看得到也賺得到